而且 而且 有了标题 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 整个 整个 所谓的标题二 颁语 举例来说好了 我现在先颁 我想要把这个 会议管理篇 这是一个标题 第三个标题 会议管理篇 整个做翻译 那我就先把它折叠起来 有看到 折叠 然后接下来直接按住它往上移动 它就把整个会议管理篇的内容 整个往上翻 包含它底下这些 标题二 好 那接下来 当然如果说我们今天 我假设讲 先讲简报怎么做 再来讲会议管理 再讲工作效率 我想这应该也是OK的 你有没有发现 这样整段 整个标签的翻译 是不是蛮容易的 好 这是它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而且2016 2016 对我现在所使用的版本 2013 我要先讲一下 2013跟2016 握的这边没有很大的改变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 2019已经上市了 而且如果说你今天你是在我们本府 我听说是这样子了 如果你是新进的员工 或者新进的同仁 你使用的电脑一定是用Win10 因为它里面不可能再配Win7给你了 就是你在使用新的电脑 里面一定是Win10 Win10搭配比较好的 Office是2016 那所以未来你们用到那2013以下的版本等级 是很低的 好 那在接下来 在接下来我还是要告诉你说 这边也有 不是只有这边有 你看文件内容里面 它都有整个 整个都可以去搬 整个都可以折叠起来 好 这个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改变 那接下来 如果没有标题 它根本就不能完成这些文件内容的一个折叠 好 所以这点一定要请各位知道一下 那接下来 接下来 当你折叠过多的时候 这是电子文件会折叠 纸本文件就没有办法折叠 所以你也许 你也许日后 你要去思考 你未来假设你拿到电子文件的时候 可能会变成是这个样子 连目录都不用制作了 这就是很单纯的目录 那当然如果说我今天我想要打开来 去看到它的 像例如说这个 这一层我是不是也可以折叠起来 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很像 你只在看那个目录 好 这都是那个 如果我们有做标题 我们有做很好的这个标题的话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解释 是很好的 好